七夕情人节 大胆基隆在地美食霸丸 谢国梁黄珊珊蓝白大合体 才刚询完仁安市场发玫瑰花的 黄珊珊也收到花 谢国梁惊喜送花 仁人边吃霸丸边抬杠 但罢免危机尽在眼前 学在这时候和黄珊珊同框 争取民众党支持 意味农 帮我连来基隆 大家一起吃个霸丸 然后交换一些基隆市政的意见 仁安市长认为他来推广 基隆小吃我们当然要去跑场 平民在周末造访台湾头 也被解读 二零二六是否有意挑战基隆市长 和谢国梁从战友变对手 大家不要想太多了 我们先把现在的工作做好 基隆是台湾的门库 基隆好台湾才会好 中选会预计十六号召开会议审定 国民党全力顾良 传出九月将规划大型造势活动 力邀韩国瑜卢奖 以及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跨党派 反罢免 从头到尾 这个都是民进党跟公民团体 攜手合作所主导的罢免案 都有充分的准备 而且不只是只有今年 我想明年也可以看得到 民进党将一手策划 所谓的大罢免潮 最该阻止政党介入的 就是谢国梁本人 他这段时间的行径 根本就是知序州官方 或不许百姓点灯 不怕神一般的对手 只怕驻一般的队友 最近刚好民众党自己的风波也不断 基本上对谢国梁是不会有什么样的加分 民团发动罢免 谢国梁已经要绿营介入 找来拜英加入战局赞下 但民众党近期争议连环保 恐怕效果有限 三十五环返 我们是AZ小组 台北基隆报道